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江苏省是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省 仅次于广东 那么江苏省的产品具有非常优良的品质 而且在出口方面专业性也非常的强 这次我们带领企业家希望能够开拓北美市场 就是找到合适的产品的营销渠道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品牌产品能够走遍全世界 就是真正的有自己的营销渠道 有自己的品牌 为什么要选择多伦多 因为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 而且的话之前的话关总和Poly去拜访我们江苏省冒出会的时候 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项目 我们感觉的话呢就是据他们介绍 就是有很多营销渠道国内的出口商并不是很了解 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之前出口商没有发现的一个渠道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出口商通常都是跟本地的一些进口商进行联络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话对于希望就是出口企业能够 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有自己的营销网络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视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渠道为王 也就是说仅仅拥有产品拥有生产能力是不够的 你要成为一个商业一个整体的产业链 你必须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渠道 这是第一步要有自己的渠道 那么当有一定的渠道之后的话呢 下一步要有自己的品牌 那这样一来的话才能提高我们中国这个产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价值 体现我们真正的价值 关于移民这一点的话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 就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 这个区别并不是很大 而且的话现在加拿大给了中国这个居民的话是十年多次的这个往返 是否移民对那个并不是很重要 但也许有的家庭会考虑到孩子入学啊 因为的话北美拥有比较好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环境 他有可能从他个人的因素方面是会这样考虑 但作为我们国际商会来说的话 我们主要是搭建一个商业的这个国际就商务交流的一个平台 谢谢 拜拜 leur听说是呀 只能 accessibility 哪里来 晚